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百一十五年来 它历经三落三起 五度波间 始终与民族命运共臣服 与时代脉搏同起伏 这所百年巧晓 并成忠信赌敬 知行合一 自强不息 何而不同的济南精神 以奋发有为的状态 敢闯敢誓的开拓 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一个又一个的敢为人先 红教泽而戏敲情 今天的济南园里 明师慧萃 造就人才辈出 银牌并举 助老人才梯队 人文社科研究的济南经验 科技成果转化的济南做法 服务国家社会的济南智慧 无不折射出 百年巧晓的担当与坚持 从文理工医的协同发展 到高原之上驻高峰 坚持创新引领 构建一个基础强劲 优势互补 群聚交叉 整体带动的学科生态 立足乔孝特色 坚持立得树人 一代代济南人 在传承中发展 在创新中成长 以同向融合 推进文化育人创新 以读书一致地培育特色 助理学子在追逐梦想的征途中 开启成功的大门 从校门到走出国门 有人说 我们只用了九秒八三 但也有人说 从国门走向世界 我们已经整整走了 一百一十五年 建校至今 济南大学共培养了 来自世界五大洲 一百七十多个国家 和刚澳台地区的 各类人才四十余万人 生教 契于四海 俊艳便于五洲 济南兼容并包的大门 始终面向世界 从历史中走来 践行国家特殊办学使命的济南 以培养海内外人才为使命 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 不断擦量 百年乔校的精字招牌 济南大学 美国徐他 特别是在我们这些 华侨华人中 它这个作用是独特的 把传统文化 传播到海外 独特的独特的独特 我们这个济南的应有之意 这个济南的精神 我们还是很重要 我刚才见到的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 有这个高澳台的学生 有这个华侨华人的学生 都很好 再加上我们现在内地 大家融合在一起 我看非常好 济南的前程也大 在这里学出来以后 你们这个学生才 到社会上 都会找到你们自己的位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济南大学将秉承 乔教初心 坚持半学方针 应乌州四海学子 这所百年乔校 以奋进姿态 一路前行 连接世界 济南大学 有着悠久和悠光荣的历史 百十一年来 虽历经坎坷 速度拨迁 但洪教则 耳系侨卿的办学使命 始终未改 圣教七一四海的弦歌 始终激荡 吉吉明总主席视察 济南大学重要讲话 是新时代办好华侨 高等教育事业的行动指南 为济南大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学校将始终坚持 立得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快双业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 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 擦亮百年乔校的精致招牌 把山内学生培养成才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演播至古桌四海 在前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增成冲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济南大学的历史 是一部砥砺奋进 百折不饶的壮丽史诗 也是一部理想远当 心理坚定的生动教材 更是一副感为人先 引力仇头的绚丽画圈 它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发展 风雨同舟 融入与共 济南大学将技术生育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市场学校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实施 乔校加民校的发展战略 在推荐双一流 和高学民大学建设 实现化学式发展的新增成上 迫不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